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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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準備要去南伊島一趟 南伊島一趟 南伊島 我是第一次去的啊 要自己解滑對不對 很乾對不對 主要我們也是買了一個one day tour 要去跟我們的司機會合 也是在我們飯店附近而已 所以很方便 人生的一個新常識吧 經過了快兩個小時的車程呢 我們抵達了第一站叫做 法國村 這裡就是這個 來自星星的林 你真的很喜歡追隨韓劇齁 其實一進來的第一個景還蠻震撼的欸 如果你不要看左邊的話 這個視角的話就好了 11點這邊會有一個表演 先來看一下 哇好像很可愛欸 剛剛大概20分鐘的表演 主要就是在演繹歐洲 數百年來這個音樂盒的歷史 我還記得我人生當中的第一個音樂盒 是卡仙故障從德國出差回來買給我的 那時候我還覺得超酷的這個禮物 故障去德國太帥了 德姑到底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馬不停提的馬要趕到了 下一個表演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也是會用車子然後去拉這個布偶 而且是一個非常非常盛大的活動 每一個布偶都兩三層都那麼高 這哪一個國家啊?我好想去喔 沉迷於追尋偶像劇場景的男子 你真的很執迷齁 就是這裡的意思嗎? 你站在一個全日銜呼吸過的空間耶 懸賓站過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 我們根本就沒有時間逛完整個小法國村 但是因為我們是跟One Day Tour 所以他只有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要跟這種Tour的人呢 就會有這個缺點 我覺得現在這個天氣真的有點不太適合來這裡 很少可以遮蔽陽光的地方 我個人啊是建議沒有一定要來啦 如果你真的來很多店很多店韓國 你不知道要幹嘛的話再來 但是不要八月中來 可能這邊秋冬會比較好 太熱了,一定要玩我了 我很像在陪那個小朋友去兒童樂園玩 我們花了一個小時出頭 只逛完了小法國村 義大利村根本沒有時間去 所以如果你們來這裡的話 兩個一起玩應該要排個三個小時左右 下一站出發 順利的抵達了南伊島的入口了 如果你要抵達南伊島呢 你進來之後 它就會是一個碼頭 它還有一種方式 你是可以直接做那個像泰國那種ZIP 直接這樣子滑翔過去 你怎麼沒有買那種? 我爬 這艘船其實蠻大的喔 很可愛的字 它在旁邊會插上各個國家的國旗 我發現這邊有非常多的水上活動耶 水上摩托車啊 香蕉飛船啊 遠遠的那邊還有一個水上樂園 很多充氣的設備那種 搭船之後非常快 應該不到10分鐘就抵達了 科普了一下南伊島 它號稱春夏秋冬都可以來 然後四季都會有不同的景 加上很多偶像劇都會來這裡取景 要是偶像劇 你整趟真是偶像劇之旅耶 四個季節都非常適合來 你春天的時候就是賞櫻花 夏天的時候賞銀杏 秋天賞楓葉 冬天賞雪 但我還是建議大家在秋天來 N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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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O DAYO 原來有車可以搭 快點這種錢呢 不能省 它有兩種搭車方式 第一種就是你要一整圈 這樣是8000塊韓幣 第二種是從這邊到中央 是4000塊韓幣 不過上次來的時候 這裡所有所有的楓葉 都是咖啡色的 非常漂亮 綠色也別有一番風味啦 為什麼那個火車司機都會講話 但是這樣開始唱歌 就很像 Kan Ken 你今天晚餐要吃什麼 我們已經到餐囉 晚餐想要吃義大利魚麵 Kan Ken說來這邊一定要吃糖餅 它這裡糖餅才賣2000耶 我們昨天在明洞吃要5000耶 它的肉桂味蠻濃的 裡面的糖餅乾會炸出來 我覺得2000塊吃一下 那麼便宜 Kan Ken找到了來這個南伊島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景點 也是他最想最想介紹給大家 一定要來的這個地標 終於找到裴永俊先生了 因為你主角 冬季煉歌的雕像 他眼睛有螞蟻耶 好癢好癢 著名的冬季煉歌場景 謝謝 我們謝謝這個偶像劇狂熱澤 Kan Ken我要來講故事給你聽了 雖然大家都會因為冬季煉歌來南伊島 但其實南伊島為什麼要叫南伊島 是因為以前有一位南伊將軍 他非常厲害 他是一位武將 可是他在27歲的時候 就因為新舊交替朝代 所以他就被當那種 一個殺雞儉猴的人頭 就被處死了 你是說問為什麼嗎 就是這詳細的歷史故事 大家可以再去查 因為光背這一段 我就已經快要不行了 那他的遺體呢 其實就被葬在這個南伊島 所以是因為他才命名叫做南伊島 不是因為冬季煉歌 來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這些歷史 因為這通常是我妹的工作 我要拍攝 我還要了解這些歷史 他要抓住你不要太興奮的去找裴詠俊 這個島上會有很多的生物 除了兔子以外 他還有孔雀 還有松鼠 還有什麼藍雀 駝鳥 駝鳥 對 我剛剛講什麼 駝鳥 是駝鳥 對不起 整個島上就是會有這樣 一排又一排 很整齊的樹木 讓你拍照 很漂亮很漂亮 天啊 這裡居然有小兔子 哈囉小兔子你好 他吃了 阿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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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講錯 我也沒有亂講啦 太神奇了吧 直接放養欸 剛剛看到印尼人在拍影片 推薦大家來追東極戀哥的場景 所以我覺得KanKan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要那種專業旅行社 然後推薦大家來追這個韓劇的場景 3 2 1 行 歡迎大家來到南宇島東極戀哥拍攝場景 歡迎來玩喔 讚 很爛 下一個點我們看到了這個紅豆包 一個是一千塊 15分鐘就會出一爐 它下面真的是用木頭去烤它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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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松樹 你好 你好 哇 你很像奇奇弟弟耶 如何我們等了15分鐘的紅豆包 嗯 就是一般的紅豆包子 內餡是不會很甜的 像個小點心還OK 我們已經走一圈回來了 在南宇島大概待了3個小時 剛剛我赫然的發現 今天是2023年8月15號 也是我32歲的最後一天 也要回顧一下你今天做了什麼事嗎 32歲這一年呢 我演完了金亮小酒館 去了一趟為期21天的美國之旅 還有去澎湖擔任他們夢飛琴的大師 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在澎湖玩了3天 卻只能兩次 還去了明谷屋 去了東京花雪 去馬來西亞過年 然後接著去泰國 也帶我媽去日本池城 還去了滿好的地方 欸其實我32歲很忙耶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在6月我的新家終於完成了 32歲也是一個馬不停蹄的一年啊 不知道33歲會有什麼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你不覺得其實我這個人滿隨遇而安的嗎 來了我就會去完成它 這樣子回顧起來 非常建議大家 每天都要用新施力 或者是寫下日記 才會知道你這一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年紀到了 很難忘記 哭啊 你還記得你上禮拜在幹嘛嗎 上禮拜喔 我看一下行事例 也謝謝大家32歲這一年的陪伴 33歲也再來麻煩你們了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下一站出發 為什麼我在韓國話講日文 我也不知道 經過了一番車程 我們終於回到宏大了 今天的晚餐 是我吵著想要吃小豬純錢筒燒肉 這是我上一次來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頓燒肉 而且你一定要看那個牆壁喔 滿滿的小豬純錢筒才是喔 現在是晚上快9點 我們只等了大概5分鐘就可以坐進來了 所以如果在吃飯時間的話 人潮應該是非常驚人的 因為現在還是全客滿的狀態 在你點餐之前呢 他就會先送你這些小菜 有泡菜 少量的辛鮑菇 跟一些生菜 還有沙拉 然後他就會把這個石頭擺上桌 他不是用烤網烤的喔 他是用這個石頭去把你的肉加溫 據我查文章的說法 他是說石頭去烤 他可以吸附那些多餘的油脂 而且也不容易烤焦 我們點的是 五花肉、牛排跟豬頸肉 這三個大家說是前三名必點的 他會直接幫你把烤肉放上石頭 他怕你烤不熟 他看你沒有啦 加一個兇勒的表情 給鏡頭一個 我的新朋友在韓國 哈囉 哈囉 你從哪裡來的? 意大利 意大利 哇! 我希望去那裡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 這裡會在北京 北京 所以我們可能會去台灣 OK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瞬間英文能力會稍微提升起來 稍微意大有一點微濕 但是現在我們這個石頭的部分已經完全的黏在肉上面了 我剛剛還加點了一碗蒸蛋 結果蠻大碗的耶 是療癒的蒸蛋 可以點 它這個都非常嫩 但是很香 我會怎麼說 如果你們單吃肉的話 一定會很無聊 你們一定要拿這個肉 然後是加醬之後 再配上這個大蔥 這些泡菜 再包生菜或者是白飯 其實 一個是 爽 辛苦了 辛苦了 不喝久的我們兩個小飛物 進可樂 進我32歲的最後一餐 我覺得他沒有到頂好吃 但我就是吃一個韓國人的氣氛 然後跟他又不貴 CP值算高 合不合口味就是看個人的 我要準備回飯店跟大家直播過生日了 我近兩三年來 每次跨12點的那個生日 我都會直播跟大家過一下 該不會有人還沒有加我的IG吧 32歲的Ariel晚安 大早安 三日快樂 33歲的第一天 我們首要的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流星已久的韓式正念照 一直都是大家蠻好奇的一個活動 我們找的這一間呢 距離飯店走路不到5分鐘 叫做Time on Me Studio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裝髮啊 然後有些人是 還想要拍很像那種 model car的傾向照 我們現在一下來之後 就發現原來櫃台的漂亮小妹妹 居然是台灣人 欸 為什麼妳們會在這裡工作啊? 我在來打工度假 哦 很多台灣人都會來這邊拍嗎? 對 基本上都是台灣人 都是台灣人 所以現在這個是韓國很流行的一個模式 對 因為他們的修圖技術就是還蠻厲害的 所以大家就是會想要來玩的時候 出面拍一個台灣的照片 回去可以用 那我們就開始吧 很酷哦 我們約的是有妝髮的 我們好像回到台灣工作的感覺 因為在台灣工作都有妝髮師 謝謝 完成了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仔細耶 就是它每一個睫毛啊 每一根頭髮的髮流 它都非常仔細的幫你調 而且我們這樣子 女生妝髮加拍照 總共是2300台幣 男生他沒有妝髮 這樣是1300台幣 我覺得超級便宜 因為我在台灣 妝髮的話 至少都要3000到3500起跳 這樣的價格加拍照我覺得超級OK的 你看是不是可以完全素顏過來 你完全不用化妝 我早上還有上一點底妝 它還幫我卸掉 然後幫我保養一下 因為它說我臉太乾了 非常推薦就是如果你在韓國 剛好今天可能有比較重要的餐廳 或者是比較重要的行程 欸你早上就先來拍證件照 然後幫你妝髮完 之後你下午的行程 你就可以直接 完全就是韓國小姐姐的妝去跑行程 還是我們等一下去玩吃了 蛤? 謝謝 現在就要正式的進到攝影棚了 這邊就是證件照的場景 因為它的背景是白色的 Kan-Kan又穿米白的 所以它的人物可能會被吃掉 他們這邊要準備其他的襯衫讓你換 要去上班啦 為什麼Kan-Kan看起來很緊張 輕鬆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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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專業 攝影師都會教你 你的身體現在應該要往哪一個角度去 臉的角度要上還是下 所以你不要太怕會尷尬 雖然Kan-Kan看起來還是很尷尬 喔~~~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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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專業 我覺得很劣 很劣 微笑 微笑 馬上就可以挑照片囉 先選一張 選好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進行修圖 最高把眼睛修大一點 其實你的問題不是眼睛太小 你的問題是大小眼 攝影師給我們意見選哪一張 最後Kan-Kan決定是這一張 看起來十分的和蔼 現在換我了第一張很兇很兇 我只要不笑我就會很兇耶 這邊立刻就有修圖師幫你現場處理 而且他非常專業的會問你的意見 他用電繪板直接幫他把臉調整耶 太神奇了吧 你看他臉髮流他都可以調耶 會不會其實根本不用裝髮 你也不用抓頭髮 他在修你的大小眼了 要透過這個軟體才知道自己的臉有多歪 他全身也很適合你來 因為他會把這個鼻樑整個拉到最高 然後這邊陰影打最深 整個下巴尖到可以擦蘋果來吃 所以說實在的 男生如果自己會抓頭髮的話 不用加裝髮的錢 因為他都會幫你修好 但女生就要啦 女生有啦 女生真的差蠻多的 你現在在說我差蠻多了是不是 你現在在說我裝前裝後差很多 前後後後 後後 K吧 不知道他到時候會不會把我布丁頭修掉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好好地檢視自己的五官 到底有什麼不爭氣 你說不爭氣嗎 不爭氣 喔 我跟你說 說人家五官不爭氣也太過分了吧 欸 你的五官好不爭氣喔 電繪師這個工作 一方面也像化妝師一樣 用後製的方式再幫你化妝一次 剛剛老闆看我在拍Youtube 他就說還是我要玩一下形象照 所以我們剛剛又花了一點時間在拍形象照 拍出來之後是這樣子 這個樣子 是不是覺得我們兩個超會賣房子的呢 絕對是北區銷售第一 攝影師他也非常會引導 一定還是會有點尷尬 但就是他的引導之後就絕對沒問題 好 接下來就吃飯去了 今天的中餐是我們剛剛問那位台灣陪良小妹妹 其實就在工作室的對面 他說這一間的炸醬麵很好吃 我說我不要裡面有台灣人 他說不會有外國人去吃 都是韓國人吃的 店裡面非常的韓啊 小小間的 我們點的送來了 點的是一個糖醋肉套餐 它是這一盤糖醋肉加上兩個炸醬麵 然後我們還單點了一份煎餃 炸醬麵的醬就是要夠多 巴附在每一條麵條上 好吃耶 老實說他沒有很韓國炸醬麵 但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炸醬麵 我很喜歡耶 我吃韓國泡麵的炸醬麵不是這個味道 但我不知道韓國店面的炸醬麵是不是這個味道 它肉醬的味道很香 糖醋肉也來吃看看 其實它賣相是有點令人擔心 中規中矩的糖醋肉 很日常的一道料理 煎餃的部分 煎餃我很喜歡 裡面有包那些冬粉炸菜 所以它有一種水煎包的感覺 這一家我覺得你們可以來 目前我們身旁是沒有任何的台灣人 或者是外國人的 感覺都是住在附近的韓國人 結果我們挖到了一間 遊客還沒有發掘的 日常韓式道地小店 下一站出發 下一個行程呢 可以說是殺傷力不強 但是齒力滿點 天天要到我們來借韓國制服 今天就是回到18歲 大家會不會有一種對韓國制服的想像 在你每次看韓劇的時候 裡面全部全部都是韓國高中的制服 你可以選一件襯衫 一件褲子 加背心還有領帶 這樣子兩萬塊韓幣 學長你年紀輕輕 肚子算大喔 學長有在喝啤酒喔 學長 打球啊 白癡喔 下個要打撞球啊 下個打球啊 好 我們已經借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衣服帶走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 直接穿著走在路上有點痴 所以我們決定想說 不然我們就是回飯店的 可能Lobby拍一拍 走在路上我真的會有點害羞 學長出來了 學長 跳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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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玩咖嗎 他Lobby旁邊有一些設施 昨天也沒有介紹到 剛好我們來穿著制服 跳課 帶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自己要覺得有自信啊 就不會覺得自己可恥啦 18歲穿制服有什麼好可恥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21樓呢 除了check-in以外 他旁邊還有一個這樣子休息的空間 還有讓你打撞球 或者是玩手足球的地方 好了好了好了 我們拍完照的趕快回去 有體驗到這種 韓國高中生大學生穿的那種感覺就好了 我們太可恥了 我們真的好丟臉喔 下一站我們抵達的就是 漢江公園 來這邊主要目的是 我們要去搭 漢江的導覽船 這裡超多韓國小情侶或者是家庭 直接鋪一個野餐點 看著漢江就在這邊野餐 好可愛 走過大半個漢江公園 我們抵達今天要吃晚餐的船了 進來船之後上來二樓 它就是buffet的餐廳 其實我原本以為是邊坐船邊吃buffet 我先吃飯 吃飯之後再去大遊輪 我們安排的位置旁邊 就只有很多鳥屎 沒有啦 還是蠻可愛的啦 可以看個橋啊 看個河啊 很多這個海鷗陪你一起吃飯 這一餐呢 就是你想像的到的那一種吃粗飽的buffet 吃完晚餐了 大家原本配合的船票時間是10點鐘 太早吃完了 我們想說看可不可以提前一點 然後去售票處那邊的時候就看到 8點半so out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呢 就不搭這艘船了 我們就回宏大逛街吧 因為我們明天早上就要去釜山 然後我們還沒收行李 但我們剛剛也花了一些時間 來欣賞了漢江晚上的夜景 很多人分享在漢江一個很有趣的玩法 就是在Seven煮泡麵 它有一個煮泡麵機很酷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來玩的話 嘗試看看煮泡麵野餐 然後再看夕陽 好好跟身邊的人聊聊天 聊一下說 欸 你學生時期有想像過 自己30歲以後是什麼樣子嗎 好沉重喔 希望你有一趟美好的生日日程 明天我們準備迎接另外一群瘋子 生日快樂 大家晚安 皮是什麼樣子 順利 好香啊 我好像可能會被他吃面 好像是片了 沒有太多吃完 我都沒有它 你只能不能吃 好喜歡喔 你都在想是什麼 到底誰為什麼不要好吃筷子 我淋了的時候 我沒有洗股茶道 阿中比古 中比古 中比古 中比古